大家好,我們是三位來自台大學生,我是Yvonne 那這邊是我的夥伴Jasmine跟余婷,跟陳薇 那我們今天要分享的題目是 梳理青世代參與G0V社群的契機與持續性 主要想著重的是如何擴大青世代的社群參與 並且降低年輕族群參與社群的門檻 那這是我們今天的共筆 歡迎大家掃這個QR Code 然後我們等一下最後會有一個 易用性測試的環節會跟大家互動 所以也歡迎大家可以點入這個今日共筆 那如果這個QR Code不好掃的話 也可以到這次Summit的整個共筆上面 找到社群軌,學生社群軌 然後可以看到這次今天的共筆 那我們今天的大綱會分成 前面會簡介我們這次的題目 然後並且分享我們的前期研究 前期研究分成問卷調查跟深度訪談 那接下來會簡介測試方案進程跟我們進行的測試行動 那測試行動就包括大松提案、工作坊跟基礎松等等 那最後一部分就是應用性測試 那首先呢剛剛Ted介紹的時候有提到我們是台大玉林計劃的夥伴 那這個台大玉林計劃是跟G0V的舊松團合作 舊松團主要會籌劃G0V相關的大小松 那還有一些行政的作業環節 那舊松團還本關注青年參加公民科技社群的契技和持續性 但現況顯示其實年輕世代跟大學生在投入參與的持續性上面是很有限的 那因此舊松團想要了解青年世代的需求或參與動機 因此我們就三位夥伴我們就希望可以透過個案訪談問證調查等方式 協助G0V的舊松團了解年輕人參與公民科技社群的動機 並且規劃未來的行動 那這邊是我們進行的測試方案進程 從去年年底開始與舊松團協作 在今年的1月還有3月的時候 我們也參與了兩次G0V舉辦的黑客松 那進行相關的提案跟討論 在1月的時候主要是進入跟開始觀察這個G0V的社群 還有一些大松的內容 那在3月的時候我們就進行問卷的調查 然後還有深度訪談找到行動主題 在3月10號的時候我們辦了一個基礎建設的更新討論會 我們開始收斂具體的活動 那也在上上週4月20號的時候 在NPO Hub舉辦今年第一次的基礎建設松 那我們開始就是規劃執行行動 在前期研究的方面呢 我們有制定了一個G0V學生參與者的參與狀況調查問卷 那如果大家有訂閱G0V的電子報 應該也有看過這個問卷 那這個問卷呢 我們是希望可以針對學生的深度參與者 了解他們在參與G0V社群的時候 通常是如何進行 那還有什麼建議 我們觀察到8成的參與者 其實都是有參加G0V的專案 那剩下的是還沒有開始進入第一個坑 我們發現參與的學生他們的關鍵字是 資安跟學生開源社群 那其實也跟G0V整個社群的調性還蠻符合的 那我們發現對於學生來說 他們參與專案產生的影響力 會認為自己可以協助推廣開源社群的理念 然後還有促進教育跟溝通氛圍等等 那主要的收穫就會是結識夥伴 社會貢獻跟提升議題了解 那在我們的問卷回饋的過程中 我們也發現他們認為可以在精進的部分 就會是新進的參與者的引導 那也因此我們開始找了六位來自G0V的深度參與者 進行深度訪談 那我們訪談的背景就來自G0V專案 對於資訊科學跟UI UX背景等 那我們發現其實大部分的新參者 他們是透過官網認識G0V社群 並且決定是不是要進一步的參與G0V的實體活動 或者跳坑 那這邊有仿綱連結 大家也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我們在仿綱的第二部分 就是了解這些學生參與者 他們首次參與的社群情況 像是最初是怎麼得知跟接觸G0V的 還有在初期了解的時候 是透過什麼管道進入各種坑和活動 那我們也很好奇作為新手來說 怎麼樣可以最快的協助他們找到G0V 自己有興趣的坑並且參與相關的專案 那我們也做了這個User Journey Map 就是我們在參考G0V學生參與者 跟青年參與者的參與過程之後 我們認為在從進入了解G0V之後 到參與實際參與變成核心參與者 大概可以分成這五個不同的階段 分別是awareness、exploration、engagement、contribution 跟community involvement 那這邊的意識階段呢 就是它開始對於開放政府 或者是開源資訊、民主資訊等等有興趣 那學生可能就開始從網路親友推薦 或是社群媒體等渠道得知 那在exploration的階段他們就想透過閱讀相關的文檔 或者是官網等等的地方 更了解G0V在做什麼 那後面也就是從engagement開始 他們就開始參與大小松 或者是相關的專案討論、線上社群 再到最後的成為核心參與者 那在我們了解大家的參與的時候 我們也發現其實在前面兩個階段 也就是awareness跟exploration 對於新手來說是比較困難的 就是他們會覺得有點沮喪跟挫折 原因是因為就是大家知道 G0V是一個開源社群 那開源社群的特色是有非常多的專案 那這些很多的專案呢 其實對於新參者來說會有點無所适從 他不知道要怎麼樣找到自己最適合的專案 或者是他可以做出哪些貢獻 那這時候呢 官網上面有一些很繁雜的資訊 或者是沒有即時更新的資訊 對他們來說就會是了解時候遇到的阻礙 那因此我們希望可以改善官網的失效連結 或者是過時資訊 讓更新專案的資料庫 讓更多的學生和新參者可以查找跟參與 所以根據問卷跟訪談 我們認為對於新參者來說 在第一次參與G0V的時候 可以找到有興趣的坑 可以協助他們之後更穩定 而且持續的參與 也因此我們想要讓新手看到更好的資源 好 謝謝一望剛剛介紹 我們一些前期的研究 那我想要請大家 可以掃一下現在這個右上角的slide 然後剛剛如果沒有成功看到我們的共筆 或者沒有從共迷走到我們簡報的話 點進去slido 它現在我也有把連結貼到slido的問題上面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協助的 或者是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十二樓上跟我們講 那接下來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具體做的測試行動 應該說我們這個專案目前的進程 那我們在大松的時候曾經提案 然後這個提案的主要動機 是想要讓大家意識到這個問題 然後蒐集一些來自社群的回饋 所以我們主要的動機 就是想把新手會接觸到的各種資料 比方說slack歡迎訊息 然後社群的貼文 或者是大松的報名頁面等等 都把一些過時或者是失效的連結撤下 然後把我們覺得是一些有用資源新增到上面 那我們在這個大松體驗的收穫呢 主要就是我們有募集到一些當日參加者的回饋 還有我們有得知就是其他 比方說SNS或者是GTV 社群形式裡的一些治理機制 那我們也因此就蒙生了想要來撰寫一份 官網的治理機制的念頭 那我們看頭問題呢 除了剛剛提到的 有一些失效或錯誤連結之外 還有我們覺得有一些是其實對新手來說 很有幫助的資源 但它不在一個很閒眼的位置 或者不在官網上 比方說stack archive 或者是GTV開源寫作手冊 那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 一些雜項的建議 比方說官網目前的語言資源 還有沒有一些關於各個專案的內容這點 那我們希望可以改善這些缺點 然後我們就舉辦了一場線上的討論會 然後在討論會當中呢 我們就已經跟舊松確定會推進舊松網的一些更新 那除了舊松網的更新之外呢 我們的短期目標還包含 就是把一些失效或過時的連結撤下 然後把首頁的治理機制訂定完成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會把一些我們覺得可以測試 讓大家看看這個資源是不是真的對新手 或者是你初接觸社群來說是有幫助的 那具體來說就是我等一下會仔細介紹 我們目前已經完成的更新 那在基礎建設中當日的會議記錄 如果你現在有打開簡報的話 可以點到那份共筆文件來看看 那我們當天也完成了社群治理機制的草稿討論 那它主要是基於目前SNS治理機制去改變 那因為官網是一個 官網目前的共編機制可能是大家的權限都比較大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權限回收一點 然後有一個完善的去分配分工的方式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些更新是接下來會介紹的 那就除了移除失效連結之外 我們還有目前有測試的是 嵌入了阿桑GovZeroProjects這個網頁 那它之後會變成一個專案是Aline 然後它是希望讓大家更好找到專案 或者是專案更好找到適合的人手這樣子 那這是更新獲取在失效連結的部分 這是舉了新手指南裡面 變成心得這個部分為例 那還有一些小地方是我們就先略過 在這份檢查都略過的 那另外是我們有簽入阿桑GovZeroProjects這個頁面 那大家等一下我們會有一個測試的環節 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我們前後兩版的官網來找不同 那接下來就是易用性測試 我就交給程維 謝謝大家 好 就是在官網更新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在做直化的官網更新 我們會需要獲得大家提供回饋說 現在官網有沒有比較好用 然後我們其實發現說在UI的領域上 有一個比較強被使用的方法叫做易用性測試 所以接下來請大家跟我 就是循序漸進的操作這個問卷 請大家可能不管是點到連結 就是進入我們的回饋問卷 或是現在掃描 我都可以從回饋問卷裡面跟著我做以下的步驟 就是我們會 因為今天的場地比較大 我們沒有辦法透過焦點訪談的方式 來觀察每一個人的反應 但是同樣的我們就是透過回饋問卷 希望就是大家可以透過我們問卷上的引導 然後跟我們step by step的操作 然後請大家幫我們想像一個情境 就是大家可以先回想一下 大家自己在剛加進GovZero的活動的時候 是什麼樣的操作流程 然後可以想像的是 作為一個剛認識GovZero的新手 你想要參加G0V的實體活動 但你也想要跳坑的話 你會怎麼樣的操作 所以說以下我們就是指派了三個任務給大家 請大家嘗試在G0V現在我們回饋問卷的新版官網的連接裡面 找到新手指南的頁面 第二個事情是加入你有興趣的G0V stack的頻道 然後第三個是找到最近一次實體活動的報名頁面 然後因為我們在前側的時候我們發現 其實大家可能在找到實體活動的報名頁面上 可能會稍微的有一點點困難 所以我們也有增加了就是 如果說你要找到的話 那個報名頁面大概會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以下的時間會大概保留10分鐘的時間給大家 就是幫我們做這三個任務 然後不用幫我們填寫文卷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也歡迎誰是G手 然後我們會下去幫忙 那我做一個小補充 就是請大家不要直接去搜尋G0V的官網 就是要從問卷裡面點過去 然後你會發現它有一個二次確認 你這個人是不是你信任的來源 所以要按一下確認才能進去 因為它現在是我在我本地端跑起來 它也不是一個被Merge到 不是官網現在的樣子 它是目前還在Pull Request的階段 所以請大家一起幫我們進行這個測試 謝謝 打不開嗎 試試看 OK 這邊測試是OK 有人遇到那個 幫我拿一下 然後我們會看那個回饋問卷的填達數 然後看一下大家就是現在的操作狀況 然後應該保留可能五分鐘的時間來進行QA 所以說如果大家對我們有什麼樣的疑問 或是覺得我們剛剛解釋的不太清楚的話 都可以在slider回饋給我們 謝謝 那為了讓大家的測試 先測試完的人不會太無聊的話 我就來回應一下那個slider上的問題 就是有請問為什麼我們當時會加入這個計畫 那所以你覺得我們要 要開slider的頁面嗎 喔 好 那 如果有測試過程中遇到任何連結 或者什麼問題都可以跟我們講 然後 如果你沒有掃到QR Code的話 slider上也有連結 就謝謝大家 然後 為什麼講者會加入這個計畫 我是被Evonne拉進來的 那Evonne要講一下 為什麼你會加入這個計畫嗎 因為我們三個都是台大的學生 那剛好我跟Jasmine高中的時候 我們都在 我們高中的時候都在人設班 那Jasmine她現在的背景 她是念資工的背景 然後我們認為其實 當初在看到日齡計畫的時候 我覺得很有趣 原因是因為 它是一個讓學生可以透過跟公益性的組織 協作的方式更了解社會議題 然後並且進行相應的提案 那我們看到GNV的時候 我們就GNV的Joseon團的時候 我自己還滿興奮的 因為之前其實我比較深度參與GNV的坑 是DowZero的坑 然後還有相關web3 或者是其他跟學生有關的坑的討論 但是其實比較沒有經驗 實際跟Joseon團 或者是跟籌劃大小松的行動上面 有相關的連結 那我就找了兩個高中時候認識的學姐跟同學 然後我們就決定 那我們三個一起組一個隊 然後我們一起來看看 要怎麼樣讓更多人可以加入GNV 這個我們自己都覺得很不錯 而且有很多社會影響力 或者是你可以在這邊找到很多學生 或者是有興趣的人 然後可以大家一起捲起袖子做事情這樣 好 然後如果有人 還是沒有看到同影片的連結的話 請看一下我有新的同影片連結這個演 好 那再試試看這個可不可以成功 不行的話再回報我們 好 好 那我回覆一下就是剛剛有說三位講著 作為學生的身份在GNV社群 感到的瓶頸或是門檻 因為像是我自己的話 應該說我們三個 我們三個都是在加入了育林計畫之後才開始踏入GNV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在官網上查資料或是進入GNV的Slack 其實也是透過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摸索期 因為那個時候只知道General 還有那個Random的頻道 然後並沒有下一步的指引說 可能你要怎麼樣的去探索你有興趣的專案 專案Channel 或是我應該要怎麼樣的去Follow Up 所以說那個時候其實不太確定 應該要怎麼樣的投入專案 然後其實也透過我們之前在 有繼續 應該說前幾屆跟GNV跟玉林計畫合作的經驗 我們會發現說 其實之前的參與者 他們都是直接投入現有的專案 然後去幫忙 但是我們 因為這次GNV他們其實是有出題目給我們的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幫忙 帶多一點的年輕族群進來GNV 然後希望他們留下來 所以說以這樣的出發點 我們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現在可能沒有任何一個專案 是適合我們去投入在這個目標上的 所以說我們後來決定自己開坑 然後自己開坑 然後把更多人找進來跟我們一起參與 然後這樣也一併地回答 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是 如何加入我們 其實你等一下可以直接來找我們 或是加入那個 我們在問卷裡面有提到的第一個 第一個channel 叫做Gov Zero Lending Page 你只要加入那個頻道 就可以很快地聯繫我們 然後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像是我們剛剛說 我們加入了兩次的大松 然後這兩次的大松 就是我們真的去找 可能看起來比較年輕的人 然後去問他們說 你們參與GNV社群 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或是嘗試地去了解說 他們當時參加的經驗是什麼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慢慢地 一直在Stack上面摸索 或是實體的活動去問大家說 所以說我們現在要開坑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樣去 就是舉辦一個實體的黑客森 我們要怎麼樣地在社群 可能是臉書IG 就是在GNV的社群做發文 然後又或是 我們要怎麼樣地出現在 GNV的電子報上 就是一步一步地 其實都是透過問 然後問出來的 然後也在 可能在上次的線上工作坊的時候 才發現說 其實我們要修改官網 不是這麼簡單的事情 可能是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我們知道說 社群的review 它其實是有一個機制 但是官網的修改 它其實是沒有一個 非同步的機制的 就是 其實當時候我們才發現說 可能官網的修改 都是需要透過舉辦黑客送來 真的是改東西 所以說 如果像是我沒有城市背景 或是其實我不太會寫程式的話 我沒有辦法說 我發現這個官網 有什麼東西是我想改的 然後我想要改的話 那我就直接在select上面 跟大家說 那我希望有誰想改 我希望改什麼樣的地方 然後讓大家幫我改完之後 然後再成功地 就是更新到這個官網 我們需要去建立一個新的機制 所以說這才是我們之前的基礎 中主要在處理社群 治理機制的原因 對 那另外就是有一個問題 是專案好像 就是我剛剛看到一個 現在熟失的問題 就是剛剛有人問說 是不是那個 Awesome Gov Zero Projects 那邊是看不到專案的 那因為那個網站本身的一些缺陷 所以它也是目前一個 在更新進行中的專案 然後 If you wish to join our project it's okay to message us on the Gov Zero Slack or on the Gov Zero Landing Page Channel 然後最後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可能不是真的從官網開始 認識G0.1 加入G0.1 那其實這也是一個 我們在訪談過程中 有獲得的一個回饋 就是有人跟我們說 你想要在G0.1建立一個 很完善給新手的管道 其實有點困難 因為這是一個去中心化的社群 大家本來就是從各種不同的地方過來的 所以有時候這個不是一個 很容易達到的目標 但是我們覺得 就是比方說 如果你想要實際參加活動 或者是你想要作為 你沒有被朋友帶領 你想要一起加入這個社群的話 或許官網還是一個 目前我們可以開始著手改變的部分 那除了官網 我們其實還有希望能在Sack的一些頻道 或者是在社群的社群媒體做一些改變 那這是我們自己這個專案未來的目標 好 然後 好 好像又有一些新的問題 我看一下 我想問一下 現在有人還沒有完成這個問卷嗎 還需要一點時間 你可以幫我們舉手一下嗎 好 好 那 那之後我們先繼續回應QA好了 我覺得 像是我們剛剛可能比較少提到的就是 作為一個被同學拉進來 參與G20V的學生 要怎麼樣的持續參與 其實在 大家如果說直接來到大松的話 他會直接被現場的人協助加入G20V的Slack 可是其實這個時候我們在 像是我們在User Journey做到的 或是我們在訪談中去慢慢摸出來的這個User Journey 我們後來發現說 大家決定要Commit 在這個G20V的Giant的這個行動 其實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的 可能像是我是大學生 我會需要去找實習 我會需要去準備考試之類的 然後在G20V的投入可能不是一件短期之內 我可以知道說 我需要投入多久的時間 我會需要 我投入了多少 然後我可以學到什麼 我可以得出什麼樣的成果 我可以累積多少的credits 在這樣的project裡面 所以說 他可能會需要自己再去透過搜尋G20V的官網 或是透過搜尋G20V過往的成果 來確定說 我其實這個組織是可信的 然後我確實可以相信這裡面的一群人 所以說我們才就會覺得說 其實更新官網 就因為說如果說官網 其實是G20V面向大眾的一個 比較正式的門面的話 會希望它變得更好用 然後有更多的導覽的步驟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專案在Slack上是沒有自己的頻道 但是我們主要會發活動訊息 或者是線上會議訊息 在Gov Zero Landing Page這個頻道 然後至於官網域名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現在更新 就是比方 包含遷入 阿桑Gov Zero Projects 這個版本的官網 它目前還是在Pull Request的狀態 就是它還沒有被接受到 合併到最新版的官網 原本這個域名 所以我們現在是希望能今天蒐集大家使用的意見 就比方說如果你覺得 遷入那個頁面看起來不是很方便 或者那個網站並不是很好用 一樣也可以回饋給我們 所以它還不是一個確定的最新版的官網 它是我們提出來的一個意見 對 希望只是Demo 好 然後那我在回應就是剛剛出現了兩個 可能我們沒有回應到的問題 首先是 好 一個是那個高中老師的那個問題 然後另外一個是建立模板 讓各社群參考建立一個guide on how to contribute 給學生 其實我覺得 像是我們剛剛有提到的Ali專案 他們其實就是在幫助大家找到一個合適的專案 合適貢獻的位置 但是在Ali的貢獻上目前應該是只有兩個人 一個是Annie 然後另外一個 對 另外一個是Ali的發行者 所以說如果說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再去找他們的channel去了解 他們其實就是用關鍵字的方式去target說 譬如說我需要UX的 我需要coding的 我需要C++的contributor的話 我會需要什麼樣的協助 然後以及我們的專案主要是focus在 可能打假訊息也好 或是數位任性之類的 然後剛剛我看到的是 還有高中老師如果要鼓勵學生參與社群 可以從什麼樣的角度切入 其實我們可以順便為那個臨時小學校打一下廣告嗎 就是其實舊松團他們一直都有在推動的是 那個臨時小學校的競賽 他們會就是提供學生一個提案的機會 然後相對來說比較有一個 就是循序漸進的提出專案 然後發表然後回饋的時程 然後所以說如果說你是學校老師的話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來就是分享給你的同學們知道 然後我們有看到就是很多的可能 國中啊高中的老師會帶著學生一起來 就直接帶隊來 然後教學生怎麼樣發表 然後怎麼樣的去dive in他們的project 像是我們有看到就是可能 有一些學生他們是自己帶著題目來的 然後像這種人的話我們也會很歡迎他們 繼續的去在那邊獲取資源或是建議 那有一個就是我們專案之後發展的方向 其中之一就包含就是 想要讓大家可以更方便的去分享 自己參與G0B的心得 然後也讓這些心得更容易的被看到 所以就是或許它會是一個 協助學生知道自己如何在社群貢獻的一個方式 因為可能大家可能會預設你參與 你要為G0B貢獻 你必須有特定的能力或特定的背景 但是因為我們實際進來這個社群之後 發現其實大家的背景或大家的能力都是各式各樣的 那如果有能收集更多的心得的話 或許就能讓更多人知道 跟我自己類似的人也在參與這個社群 跟我自己相似年紀的人也在這個社群裡面 那大家可能就更願意踏出這一步這樣子 好 然後 Discord社群的話 就是我覺得它也是 現在可能 可能國高中生大學生會比較常使用的一個社群 那我覺得這或許也是一個發展的方向 因為跟Stack相比 可能大家平時更有可能碰到的是Discord 好 那我簡單Rip out一下大家的回饋 因為現在這邊沒有辦法呈現大家的回饋給上來 然後 其實大家回饋還是資訊過於繁瑣或是不夠直覺 這邊的話我們會再繼續的處理 但是也要跟大家說 就是可能我們每次都還是要透過基礎收容的時間 或是我們先有一個操作流程之後 再去畫出一個Demo版 然後再請工程師幫我們處理 然後我們再做Pro Request 然後讓它真的被解鎖 所以這會是一個稍微漫長的過程 然後其實在後續的展望這邊 我們其實也希望不只是更新官網 我們可能也會希望就是更新Slack的 Slackbots的引導 或是讓新手指南在GTV的官網 讓它出現在主頁 然後還有讓實際的活動報名 是更加的直覺出現在各個地方 還有就是讓各個專案會更清楚的 找到適合的對象來投入 大概是這樣 這會是我們之後的發展方向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再回合跟我們聊聊 謝謝 感謝三位獎者也感謝各位會眾在本場次的參與 那接下來在十分鐘後我們會開始我們的這個座談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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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rewolf 你